Hello 大家好 我是姜姜 今天用小影片来感谢8月25号 有来高雄参加聚餐的家人们 高雄就是很热情 虽然这一次好像有台风的消息 但是因为我们的热情 所以就是稍微轻轻稳了一下 就离开了台湾 我觉得这是好事 在这边更要感谢从第一次就相挺的家人 几位就是真的很给力 就是我们可能前一晚我们就下去 先在高雄住一宿 然后就真的比家人还家人聊到很晚 然后第二天再一起帮忙交流聚餐 所需要可能其他的分工 总之就是很感谢啦 那我在这边要跟高雄的家人们 说其实我在台中交流完毕之后 台中的家人们其实自己就会聚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很好 比如说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我们的对话彼此都可以了解 也摆脱了很多法门 很多宗教的框架 也就是说我们打开心胸去接纳 对方正在讲的事情 这样就是很棒的交流 所以高雄的家人们 如果你们自己有空的话 就可以一起聚在一起 不一定要很长 但是偶尔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情感会更加深入 而且我发现 经过这样一天五个小时的约会 我觉得我们本来不认识到要结束的时候 还发现时间都稍微不够用 都觉得怎么时间过这么快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爱的凝聚力 然后呢我觉得高雄的高手也很多 不分享 不分享的时候很客气 但是一分享的时候就觉得 怎么好像讲不完 就是分享不完 那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就是把自己所知道的部分 愿意说出来给大家听 那就是一种 比如说懂得多的人就分享 让可能还在练习 刚进来这种灵性的那种学习的人 了解到底往上是怎样 然后进步是怎样 然后或者是练习到个阶段会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 就像哥哥带弟弟啊 或是姐姐带妹妹啊 就是家人的概念 所以感谢高雄的家人 真的很感谢你们 然后我觉得我们一一一真的是很棒啊 我觉得就是怎么讲 跟一般的团体都稍微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我也说不上来 但是就觉得大家都很给力 然后大家都很有爱 然后就是互相都会扶持着彼此 互相的会提提起对方 这就是一种良善的循环 所以在这边用小影片真的很感谢 而且很感动 而且很感动 真的那个感动我没有办法好好用言语去述说 但是就用这个小影片感谢那一天 8月25号有来参加聚餐的家人 希望希望未来有一天 我们一样可以在老地方见面 就是我们一样约会 一样把大家聚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在练习的路上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遇到的问题可能说了 不见得身边的人明白 然后或者是自己进步 或是自己破关 或是自己卡关的任何一个现象 不见得我们生活周遭的人能够帮我们解惑 所以要抓紧机会 如果知道谁都在南部都在高雄 你们串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方式 让彼此别忘了你在服务他人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也会进步的 所以在这边 谢谢高雄的家人 那我有机会还是会下去高雄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咯 就是再跟大家说 我每一年都会下去高雄晒太阳 还有墾丁也是几乎每一年都会去 所以南部的家人等待哟 好这就是感谢的影片 感谢你们 I love you 拜拜